物價一直上漲 鑽為鄉公所原本兒童節 一人70元的禮物預算 已經買不到較好的文具來送給學生 所以今年改買一樣 頗受小朋友所喜愛的素食餐 當成兒童節禮物 給孩子一個驚喜 鑽為鄉長簡文奎 將一份份的素食餐 送給國小學生 這就是今年公所要給 鄉內各國小和幼兒園的兒童節禮物 我們網民都是上文具 我們公所的金額只有70塊而已 那現在物價都上漲 70塊買文具的話 家長都反應不是很弱 因為文具你接到 要有很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去年開始 我們就是看得到 因為鄉下地方比較貧窮的鄉鎮 小朋友家庭也比較 大部分都比較弱勢一點 所以沒有像我們都會型的小朋友 平時當然想用大餐 想用麥當勞 那我們就在去年開始到今年 都用那種麥當勞的一個減餐 有漢堡 薯條 濃湯 素食餐一項口售小朋友喜歡 沾上番茄醬味道特別搭 鄉中姐有沒有想要怎麼禮物 沒有 沒有 有沒有想要做什麼 留禮物 想要什麼禮物 小狗 養小狗 兒童節禮物是全家人都平安 快樂健康 壯圍鄉的兒童餐禮物 從今天開始分四天發放 共發出一千五百三十五份 祝所有小朋友兒童節快樂 雲南新聞記者黃竹 漢總報道 我不用擔心